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 今天是1月20日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 今天的圣经 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 第一节到第八章 二十七节 在伯萨萨做巴比龙王的第一年 有一个晚上,我但以理 做了一个梦,看见一个 异象,我把那天晚上 所看见的记录下来 有一阵风从四面八方 吹来,袭击海面 又有形状不同的 四头巨兽从海里上来 第一头巨兽像 狮子,但是有老鹰的翅膀 我正观看的时候 它的翅膀被撕掉了 它被扶起来 两脚站在地上,像人一样 它有人的头脑 第二头巨兽像 熊,用两只 后腿站立 它的牙齿咬着三根肋骨 有声音对它说 吃吧 尽量的吃肉 我正观看的时候 另一头巨兽出现 它像豹 背上有四个翅膀 像鸟的翅膀 又有四个头 看来十分威武 我正观看的时候 有第四头巨兽出现 它强壮可怕 令人恐怖 它用大铁牙 咬碎猎物 然后用脚践踏 它和前三头巨兽不一样 有十个脚 我正在观察这些脚的时候 脚中间长出另一个小脚 这小脚把原有十脚中的三个拔掉 这小脚有人的眼睛和一张说夸大话的嘴巴 我正观看的时候 看见几个放置在那里的宝座 那位万古永存者坐在其中的一个宝座 他的衣服像雪一样洁白 头发像纯白的羊毛 他的宝座是火焰 安置在炙热的火轮上面 宝座冒出烈火 像一条畅流的河 千万人在宝座前俯视他 亿万人四立在他面前 他宣布开庭 翻开了按卷 我正观看的时候 听见那个小脚还在说夸大的话 当我注目观看时 第四头巨兽被杀 尸体被丢进火焰中烧掉 至于其余三头巨兽 他们的权柄被剥夺了 但被准许再火一段时间 在晚间的异象中 我看见有一位仿佛像人子的 驾泽云来 他被引到那万古永存者面前 接受了权柄 光荣和王权 好使各国 各族 说各种语言的人都服侍他 他的统治将永远长存 他的主权永无穷尽 我所看见的异象使我担忧 非常不安 我走到一个侍从面前 请他为我解释这一切 于是他为我解释这异象 他说这四头巨兽 是指在世上将兴起的四个帝国 但是至高上帝的子民将接受王权 拥有着王权 直到永永远远 我想更清楚知道 第四头巨兽的是 因为这头可怕的兽 跟其他三兽不同 他用铜爪铁齿咬碎猎物 然后用脚践踏 我也想知道 他头上的四个脚 和后来财长出来 拔掉另外三个脚的 那小脚是什么意思 那小脚有眼睛 和说大话的嘴巴 显得比其他的脚更可怕 我正观看的时候 那小脚跟上帝的子民 打起仗来 征服了他们 后来那万古永存者来到 为至高上帝的子民生冤 上帝子民接受王权的时候 终于到了 那位四重又对我解释说 第四头巨兽 是指在世上将兴起的第四个帝国 他跟其他的帝国不同 他要并吞全世界 蹂躏 粉碎全地 那四个脚是指 相继统治帝国的十个君王 后来另一个王起来 跟以前的王不同 他要推翻三个王 他要口出狂言 敌对至高的上帝 并且破坏上帝的子民 他图谋更改他们的宗教法力和节旗 上帝的子民将受他统治三年半 然后天上的审判者要开庭审判 剥夺他的统治权 彻底消灭他 至高上帝的子民将接受世界各国的大权 他们的王权永无穷尽 而世界所有的统治者都要服侍他们 顺服他们 这四到此为止 至于我 但以理心里非常害怕 脸色变白 我把这些事都纯记在心 伯萨萨在位的第三年 我看见第二个异象 在异象中我忽然发现 自己在以兰省的苏山城里 我站在乌来河边 看见一只弓绵羊长着两个长脚 站在那里 两个脚长短不一样 比较长的那个脚是新长出来的 我看见弓绵羊用脚向西方 北方南方撞去 任何动物都不能抵挡它 也不能逃脱它的威力 它高兴怎样就怎样 越来越猖狂 我正在想究竟这是什么意思 忽然一只弓山羊从西方奔石过来 快得脚不着地 它两眼之间 长着一个引人注目的脚 它像我先前看见的那只 站在河边的弓绵羊猛冲过去 我看见它攻击弓绵羊猛烈地撞击它 折断了它的两个脚 弓绵羊无力抵抗 被摔在地上受践踏 没有人能救它 那弓山羊越来越狂傲 但当它的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 它的脚断了 在原来的地方 另长出四个引人注目的脚 各指着不同的方向 从这四个脚当中的一脚 又长出一个小脚 这小脚向南方、东方和美好之地 扩张势力 它的力量强大到 能够攻击天军和星辰 把一些天军和星辰摔倒在地上 并践踏他们 它甚至公然对抗天军的统帅 阻止人每天向它献祭 并且毁坏了圣殿 人民在那里犯的罪 每天献不该献的计 把真理丢弃在地上 这小脚的一切作为都很顺利 接着我听见一个天使问另一个 在异象中出现的这些事要持续多久呢? 那可证悟的罪取代每天该献的计要多久呢? 天军和圣殿被践踏要到几时呢? 我听见那个天使回答 这些事要持续一千一百五十天 在这期间 圣殿里没有献晚祭和早祭的人 过了这期间 圣殿才会恢复以前的状况 我看见这异象 正想了解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外貌像人的站在我面前 我听见从乌来河有声音呼喊 加百烈啊 向他解释他所看见的异象 加百烈走到我身边来 我很害怕 就伏伏在地上 他对我说 必修的人啊 你要了解这异象 这异象有关历史的终局 他说话的时候 我伏伏在地上 失去了知觉 可是他扶我起来 对我说 我要指示你上帝的愤怒 会有什么结果 这异象是有关那终局的时间 你所看见那有两个脚的公绵羊 是指弥迪亚和波斯帝国 公三羊是指希腊帝国 他两眼之间那引人注目的脚 是指第一个王 至于那脚折断以后 所长出的四个脚 是指着帝国要分裂为四个王国 可是他们的力量 比不上原来的帝国 当这些国家恶贯满盈的时候 有一个凶恶诡诈的王要出现 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但是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他要造成空前的毁灭 他所做的必定成功 他要消灭强有力的人和上帝的子民 因为他狡猾 他的轨迹解解成功 他骄傲自大 趁人不被突然出击 消灭许多人 他甚至公然敌对万王之王 但是他至终会被超人的力量消灭 有关晚记和早记的异象 已经向你解释了 这异象一定实现 但你现在要保密 因为它是指着遥远的将来说的 我但以理心理烦闷 病了几天 以后我起来 回到岗位上 办理王子派给我的工作 但我被这异象困扰 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感谢上帝的恩典 今天让我们阅读一段非常长的圣经 从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到第八章 讲述的异象当中 让我们明白 他在谈论的是一个 他不能明说 却要用暗喻的方式 来讲述的一段异象 在这里讲到了 安提阿哥四四的兴起 以及他残酷迫害上帝的选民 他不但逼迫基督徒 他更自高自大的攻击上帝 但是上帝仍然作者为王 掌管一切 安提阿哥四四 终必灭亡 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在第七章 这一位狂妄的君王 如同前几章的经文 向我们诉说的 终必遭受刑罚 因为整个世界都在上帝的控制下 任何人如果骄傲 自以为是与上帝作对 都不能逃出上帝的审判 他都必受惩罚 既然万物都在他掌权之下 选民受迫害 也当然在上帝的带领之中 而这破坏会在上帝 所预备的时间当中来结束 今天这一段经文 让我们再一次看见 上主借由他子民的样貌 以及他子民的信心 以及借由上帝掌管的这世界 向我们诉说 上帝治理这地 掌管全地 让我们看到这些上帝的子民 即使在逼迫当中 仍然忠心于上帝 他们不像当时许多 如同经文当中讲述到犯法的人 接受希腊的文化 放弃自己的信仰 他们不像被掳到巴比伦的很多犹太人 决定放弃自己的信仰 而崇拜巴比伦的神明 他们不肯让外邦的事物 玷污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和忠诚 不要让任何事物侵蚀 干扰 攻击他们的信仰 在任何的环境下 要忠于上帝 也要就算为此受到逼迫 就算为此如同前面的经文 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 也仍旧充满着信心和意象 在上帝的带领下 这些霸权最终都要 臣服于上帝的面前 受上帝的管教与审判 因为上帝才是这一切世界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 如同代理礼一样的引领着我们 虽然在暗昧不明的世俗世界当中 我们有些时候无法明说 但是主你却在你的恩典当中 默默影响着我们 也引领着我们继续前行 但是求主你真的光照 也引领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有的软弱 我们有些时候为了受世俗的影响 我们选择离开你 选择离弃我们的信仰 我们无法向这一群 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民 他们充满信心 他们全然的归向你 主有些时候我们有软弱 有不足 求主你加添力量在我们的身上 也求主你更多的赐给我们盼望 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弯出被谬的时代 让我们看见上主你的旨意 在这当中来成全 也让我们看见你兴起教会 成为这世界的祝福 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兴起发光 做光做盐 来荣耀上主你的圣明 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你的同在当中 让我们得着这一切的恩典 祝福 我们将同心在你面前祈祷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上帝祝福你 以马内力 词曲 李宗盛